远景架起测速枪 瞄准台九线大五海滨公园旁四线道 只要轻轻扣下班机 就能透过雷射装置 侦测车辆跟测速 一辆黑色进口轿车 疑似抢快变换车道 违规超速过程 全被测速枪拍了下来 台东线道路规划单纯 不少驾驶人经常会在宽大 笔直的道路上不自觉提升车速 导致超速情况屡见不鲜 进而酿成悲剧 台东线警局从三月一号起 加强一兆式路段机动测速机查 截至十二号为止 已告发共两百八十四件 违规超速 严重超速即有十三件 违规最高时速近一百二十公里 严重超过省道速线 其中有近九成车主都装有 侦测型测速器 虽然在坊间上有一些的APP 还有一些的一个导航器 都称说能够侦测 这个测速照相的设备 但是这个大多 以固定感式的侦测为主 那在机动测照的部分 的侦测的成效 其实是有限的 那当然我们在执法的部分 主要还是以防治交通事故 为原则 台东线警局表示 有不少违规超速驾驶人 都有下载测速APP或是购买 市售的测速器 因此在没有固定式测速感的路段 就很容易产生不遵守 速线的投机心态 透过目前新式雷达测速枪 可以避免招民众反侦测 建议达到贺阻效果 根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 降低违规 降低违规事故发生 那应用这个手持式的部分 我们就可以随时来做一个调整 然后比较能够提升这个交通执法 一个成效 毕竟这边都是乡村 只是老人家小孩都比较多 对然后只要有限速 还麻烦把我们减慢 不要说用了神盾下载那个APP 他可以提醒你 然后你们就忽略了这种就是这个 因为他限速他也有一定的道理在 根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 超速行驶可罚1200至2400元罚缓 超速达40公里以上 则算严重超速 罚缓提升6000至36000元 并当场吊扣车牌照六个月 呼吁驾驶人务必遵守道路速限 避免荷包撕血 人士新闻 台东大午采访报道